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的B型肝炎的患者 那其中有一部分呢 他们是处于叫慢性代元的状况 那平时呢可能未必有一些症状 比如说是疲倦啊 或者食欲减轻 那体重降低的这些状况 所以一般有时候你不会知道说 自己正在发炎中 那正在发炎的症状 有时候就会跟像感冒这些难以去分辨 所以当这个状况就是发炎的比较严重的时候 患者也许会开始有脸色变黄 眼睛的这白色的鞏膜的部分也变黄 或者整个尿尿变身的这些肝脏发炎的状况 那脸色变黄其实我们就把它叫做黄胆 那通常也暗示着如果是B型肝炎的代元者 很有可能已经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已经变得是比较明显而严重的状态 那黄胆也是有稍微做区分 如果黄胆的指数只有一开始早期不高的话 那我们还未必会把它叫做是猛爆性肝炎 而直到也许整个人已经变得比较黄绿色 比较深的这种黄色 那黄胆指数一抽超过10 或者甚至超过15或20以上 这样的状况我们就会称呼它 极有可能已经进入到猛爆性肝炎 当这个猛爆性肝炎严重一点的时候 就会引起多重器官的影响 像是肾脏 如果影响到肾脏 我们把它叫肝肾症候群 这就会出现严重电解质的异常 或者尿毒症会快速的累积 那这时候就要赶快洗肾 如果没有洗肾的话 随时都会因为这样而出事 或者肝脏会影响到心脏 这会让我们的心事收缩的功能 也受到影响 或者肝脑的病变 就会陷入严重的肝昏迷 叫不醒 那这些都会因为再多了一个 比如说有出血的风险 因为我们说会影响到凝血的功能 那如果他的身体 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出血 或者像肠胃道的出血 这就会加重了他的病情 也就是说 如果已经到了这种猛爆性肝炎 如果又再加上像感染 出血或者中风等等 出现这些并发症的时候 就会有种比较危急的状况出现 我们众所皆知肝脏呢 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化学工厂 它要负责非常多的功能 包括说解毒 还要制造 像白蛋白 像凝血的因子 这些都是靠着肝脏 要去做新陈代谢 那其中一个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解毒 其实我们肝脏后 会有非常多的废物去处理 包括你吃进去的 或者你身体的 平常这些化学反应的废物 那都需要肝脏做初步的分解 所以你可以想象 如果肝脏功能在受伤 那你这些应该要去代谢的废物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代谢掉 而快速的累积 那其中大家最听到的就是ammonia 不过ammonia它只是这些肝肺物 肝毒素其中之一 那我们可以很有效的去抽血就可以判断的出来 这些小分子的毒素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 然后让我们的人陷入比较昏迷的状态 那一开始呢 它也许会比较是那种躁动 跟平常的人的个性不太一样 会比较嗜碎 可是随着肝脑病变的恶化 就会陷入更深沉的昏迷 我们把它叫木浆 或者是像这种中风一样 严重中风 整个已经呈现是叫不醒的这种状态 那这个都是比较严重的 而且我们也都知道说 当你已经到了深度的肝脏 肝脑病变的时候 那这时候你的死亡率也是大幅的增加 当然我们知道肝脏 你只要吃得好睡得好 好好的不要去伤害它 它是一个拥有非常良好再生功能的器官 我们身体不太会有这样子的器官 通常像大脑的话 神经细胞死掉就没有办法再生了 可是肝脏可以 也就是说你只要有吃得好睡得好 睡得好其实很重要 因为你只要有休息 它就可以有良好再生的功能 可以让你的肝功能回到原本的样子 所以说只要像避肝的患者 你只要定时的在追踪 即便真的开始发炎了 你有做好吃的好处 多适足的休息 其实这个就可以把肝功能回到正常 就可以度过发炎的这段时间 那如果真的不幸已经进展到猛暴性肝炎了 那这个时间我们通常会做了一些饮食上的限制 比如说这时候身体 肝脏这一块已经没有办法去代谢太多的寒氮肺物 那我们就会去限制它的蛋白质的摄取 它没有办法吃得太咸 它吃太咸身体会非常的肿 腹水会跑出来 所以盐分的摄取也会做限制 那以及一些生冷的食物 因为这些可能会有一些菌病毒在里面 它的身体尤其肝脏 没有办法去附和外来的攻击 那我们会尽量去减少这些 没有煮熟的食物的摄取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在比较严重肝病变的时候 会去做的一些限制 平常呢其实如果你没有发炎 也就是定时的追踪其实就可以了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记者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新全校克菌